看到雷馬克還在恭喜黃敬拳 最後一集,神貓,今天的尾場賽事 我們專注尾的尾場賽事 三班1400米入閘,隨時起步,準備 一起步時,出得相當齊,快點八月 內蕩那邊天眼都頗快,中間鐵將軍都搶錢 然後出來的馬有聖凱,內蕩大寶的精明命令 起步五六位左右 在外側,成功口號,以及外面出版貴箱 後一點還有天眼,然後還有聖利堡 接著那一陣尾三匹,羅馬大盜,神貓 暫時和我的人比較後一點 開始入彎時,前面鐵將軍不放,又放兩幾馬位 守著第位是天眼,附著第三也成功口號 外貼上來出版貴箱 接著還有聖海、聖利堡出了外蕩 內蕩那邊還有八月 馬群中間黃三證明命令大門正在轉位 接著那陣內蕩上來的是神貓 接著還有金火炎 扔出外蕩的羅馬大道 包緊尾暫時仍是我的人 入隊最後直老手,前面暫時仍是鐵將軍帶頭 天眼追著他 然後內蕩上來的馬還有八月 大熱門的精明命令暫時在馬群中間找位 中間上來的馬還有成功口號,外面聖利堡 中間還有聖海 還有百多米,前面天眼還未斷 鐵將軍追不到的,八月也上了一些 大門證明命令大內反應馬馬 但前面天眼還帶著過幾馬位 追他看來是八月,追近了一點 但夠不夠過他呢 第一名天眼,第二名八月 第三名還是鐵將軍 第四名,看看神貓上來是否拿得到 結果由頭大到尾 天眼,放出了就行了 潘曉朗起貓 潘曉朗在普通賽事上起了孖寶 潘曉朗 都是出閘了幾隻,沒有改變 精明命令就很失望 輸這條爛進去沒有什麼反應 有些跟高班的跑那些都打下去一般 精明命令,勝利堡 天眼,美場賽事是他贏的 八月都是追近一點,就追不到 爛月雷遲半步 出閘那三隻,連鐵將軍都還在第三 鐵將軍都比較快 他又追不到天眼 而後面那些馬,又追不到鐵將軍 第四,看看是不是神貓 或是大門,證明命令要拍照 其實也是 今天很多場都是三、四、五名的馬 是混戰的 但是,就算拍到也是第四 證明命令 很近,要拍照 第四名是他兩隻拍的 結果,尾場賽事 天眼,潘曉朗 之前一路都在新加坡贏不到馬 今天要不贏,要不就贏夠兩場 我們看重播 不過,追一隻轉弱的鐵將軍都追不到 就真的失望一點 鐵將軍都轉弱得很厲害 整體,今天你說 留得太厚的馬都是很難追 我們轉播這八場賽事 追得最好就是 上海之星和聖十字 都是二、三名的 即贏就一定不可以太過流 即出彎的時候 當地還有一場賽事 是啊,因為我們不是轉播到當地的尾場 不過就是我們轉播的時段 就是完完這場就完 四至第十一場 我們轉播 當地跑到第十二場 好,剛剛聽到連馬斯林偉恩一句話 放在前面走 好,原來就這麼簡單 原來就這麼簡單 好了,潘曉浪成績也不錯 兩勝 黑蘭之日理賽也能跑到第三 真是一不離二 對呀 誰知這隻我以為是馬例 馬例有第三也不錯 發揮也不錯 都不錯 當地天公做 對呀 賽事很順利 以往我們新加坡賽事 都曾經試過閃電 有二次開跑 好了,S1的第八場 也是暫定賽果 第一名是十號的天眼 第二名是六號的八月 第三名是七號的鐵將軍 第四名是十二號的神貓 好,出版貴箱 組短三、四碟都敗像組成 差不多 S1的第八場也是預計派彩跑 第一名是十號的天眼 到人派一百一十三元 位置派二十九元 發揮二十二名是六號的八月 位置派六十一個半 發揮三名是七號的鐵將軍 位置派二十一個半 下第四名是十二號的神貓 連位六答十派九百八十二個半 二重了順序 十號、六號派一千八百五十八元 三重了順序 十號、六號、七號派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六元 單T、六號、七號、十號派二千零八十八元 位置叫六答十派二百六十七元 七答十派一百一十八個半 六答七派二百四十九個半 八十六元 六百百五十七世中 八十六元 八十六元 感谢观看